是他 是他 哎呀干嘛 那那我一身是谁啊 对不起啊大姐 没错啊你 你咋回事啊你 你怎么回事啊 你眨眨眨眼睛 我找不着眼睛 搞不好都卡住 烘烧牛肉面 一扣摸车了让你给我糟蹋了 我告给你 赔面 盗窃 赔你什么面 你把我弄车的样子 还没找你呢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不赔我的面不盗窃 你还慢扔了啊 你今天干嘛走不了 干嘛 糟糕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 我是工地上白抓偷的 就像你在 我一个时候就把你举起来 你行吗 你装什么绿巨人 装什么好客 盗窃了 听见吗 你这人真烦 我现在没带钱 我这个手镯 看见没有 卡迪亚的 拿着 你干嘛 卡迪亚的 卡迪亚不行 你这人这么烦哪 你给我松开 你给我松开 赔面 盗窃 你真烦哪 那我这个表 僵是单顿的啊 你要不知道什么牌子 自己照我摆渡一下 好好好 不能走 到底想谁啊 黑理道歉 就一条路 对不起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早说了啊 来 还你的矮户 写收你的道歉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对不起 没事儿 孩子嘛 大姐 我真的挺急 我真的急着 拜托了 小朋友 嗯 太舒服了 谢谢你啊 华君 真是辛苦你了 最辛苦的是你 你看看 这花花草草的 有绿色蔬菜 有机蔬菜的 以前的商场一枝花 现在变成了农场一枝花 什么一枝花 都老了 不过华君啊 这么多年 真的非常感谢你 要不是因为你 帮我照顾着孟杰 还帮我看着润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哎呦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老夫老妻的了 其实啊 我早已经把孟杰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孟杰有你这样的爸爸 真是他的福气啊 应该这么说 有了你们两个 我们三个人 都幸福了 我有个电话 听一下啊 喂 喂 顾总 家族怎么办 你听我说啊 照我说的吧 多顾水局 董事会那边 也要煽风点火 可是我觉得 你听我的 一个企业家 眼光要放长一点嘛 明白吗 明白 就按您吩咐去办 有些人吃着碗里 你看着锅里我却喜欢 直接把锅断过来吃 何君 何君 什么 你们不能这样吧 你们不能仗着 你们股份比我多 就不尊重我 对不对 你们不尊重我 那就是不尊重董事长吗 什么 你们说什么不在乎 你们不在乎他 喂 喂 华君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最近公司里到 张总 高总 仗着他们股份多 就胡作非为 我本来想和明天集团 一起竞拍一块底吧 他们和好 他们说这不是生意 拱手把好处 让给别人 还联合公司里的人 要弹劾我这个总经理 现在可好 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了 不行 这样 我 我再转给你 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样你就和他们一样了 你不用怕他们 我不能再要你股份了 真的 要不这样 把股份转给孟杰 不过 孟杰还是个孩子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不知道 我跟孟杰现在在公司里头 那是四面楚歌 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我想 我想很快被他们扫地出门 怎么会是这样 他们怎么想的 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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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这样 别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 我把那百分之十送给您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吗 好吧 那我就 再次接受 你这份股份 请放心吧 我一定保住我们家 在入客的主导权 放心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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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了 我们好了 我们也知道 这些警告放得了 这些警告 我们行属出 试团 这些警告 我们要进入冰箱 你不会在哪里 我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就是正在思考一个 关于考试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刚刚来的路上 看见好多年轻人 背着背包 应该都是去参加 国考的吧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我听说现在啊 报名率已经达到 三百万了 你想这么多人 竞争这么激烈 我们还报了部级单位 会不会有点自不量力啊 那有什么呀 我们对面还有一个 更自不量力的 迦哥 你报考了什么等我呀 商务 想不到您这么大年纪 跟我一样是考生 您多大了 得有四十了吧 这位小母亲 你什么眼神啊 我今天告诉你 我当三十四 再说了 我年纪大怎么了 年纪大代表我 经验丰富